什么 土拔路 你竟然被拔路给挡住了 大哥 我不是替二哥说情啊 这个土拔路确实有点意思 而且对面 还有一个狙击手 那三十九团现在什么情况 他们目前没有调动的机械 我觉得他们应该在袖手旁观吧 原来这样 二弟 嗨 不要再跟他们浪费时间了 立刻结束战斗 这次我会亲自带队冲锋 一定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好 最好不要让我失望 还有 尽量留个活口下来 嗨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没事 二连长大 这小鬼他侦探娘的厉害啊 挂踩了 接点皮股爱上 死不了 少俊 咱尝多久了 倒两个消什么药 娘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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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也回来了 看这时辰三个小时都已经过了 那援军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呀 我们撤吧 好 二连长 一会儿 但是你这帮兄弟 车赶紧车吧 张大娘的打到这个份上 已经毫无异议了 援军是不回来了 我们把我一个势力靠 经理长 你们俩都是好样的 还是你俩先车吧 我这个人就是认个死脸 我们团长 叫我们二连坚守阵地 我二连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 也绝不撤队 还真是多倔虑 和我培见 你要是在我的部队当中 我们俩还真能成为朋友 好了 带出来的兄弟 就是会儿不了 那我们 你留下 给我转给你这句话 长连长 小鬼子 马上就要发动猛攻啊 咱们 就陪他们玩到你 是条狠子 下辈子 我再跟你好好学学这枪法 那就说好了 谁也不撤退 绝不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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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 无头拍援 总部联系上了吗 哦 联系上了 联系上了 马上就好 哦 那就好啊 快 少君 我这脾气一直不怎么好 走哪儿都不受了待见 这么前年多亏你能包容我 跟你在一块儿 我这心里头输的 要不要我给你搞个小手帕 给你擦擦眼泪花 谁的娘呢还没犯过错 咱俩最后一次喝酒的时候 第二天你说你头疼 我跟你说这酒有问题 实习生 是我不小心一屁股坐在你脑袋上了 滚你娘 老燕 怎么样 有少君的消息吗 我城里城外都找过了 没发现少爷的踪迹 那怎么办 老爷 你快想想办法吧 我一直跟你说孩子不能宠着养 现在怎么样 惹祸了吧 别人都在撤退 他带着自己的队伍跑了 日本人真的来了 我能想什么办法 那你是怪我吗 你也不看看 他的脾气随了谁 老爷 还有一件事 说 战区司令部安排特派员突围的事情 这事我知道 跑出去没有 特派员跑没跑掉不清楚 但是负责接应的部队 除了三十九团 因为暗兵不动能得以保全之外 其余部队一夜之间都被小鬼子吃掉了 而且日军的两个中队 现在已经追上了八路军 我看他们也一样 凶多吉少了 看来灵木兄弟很厉害啊 嗯 老爷 那咱们 暗兴不如 避免 走 跑 跑 快 跑 跑 跑 也不是很难 跑 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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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回忆 是 就是你 我特派员一路逃到了这里 我很钦佩 他人呢 是 是 二弟 我知道像你这样的人 紫王对你来说非但不可怕 反而是一种荣耀 因为你觉得 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五熊 给他看看 你以为我们真的在追了个特派员吗 你和你的弟兄们 死的非但毫无价值 反而成了我大日本帝国 天照计划的帮凶 王权路上 给你的弟兄们 好好解释解释吧 你 你 大伙分头绕绕 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 是 苏先生 苏子迟 团长 那边还有个活着的 给我去看看 是 团长 你看 快 快点 换剪刀 小心点 快点 8分钟 快点 5分钟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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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城里的暴动分子都抓到了吗 不过是些乱民而已 我已经把他们全部处决掉了 尸体挂在城门口 相信城内的人再也不敢忤逆皇军了 既然城外的敌军已大多被消灭 城里的局势也终于稳定了下来 那我们天照计划的第一步 也算是完成了 我不明白 天照计划不是以空军陷入中国腹地 轰炸其机要重剑的计划 和我们的行动有什么关系 二哥 我看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十二军的主力 来这个鸟不拉屎的破地方 我们又为什么 要连续做这三周夜 把城区管塞区内所有的敌军全部消灭 其实我们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在这里打开一个安全区 安全区 你的意思是说 书建天照机场的学家祭典 就在这一带 对 清城公署刚刚成立 我暂时脱不开身 好在目前周边地区 也仅剩一个三十九团 和小部分才与八路 你和二弟 要尽快把他们全部解灭 是 大哥放心 这些中国人还不是手刀起来 主口 这次他们仅用了一个链 就抵挡了你几个小时的进攻 在这种耻辱面前 你还口出狂言 我 我不要提你任何借口 你们记住 天照计划时间紧迫 只有你们尽快遣灭敌军 才能保证接下来的铁路修建工作 即刻进行 我不希望出任何差错 影响我林木家在军部的威名 听明白了吗 是 走吧 三十九团还好说 那些死八路军藏在深山之中 怎么找 大哥 你放心 寻找八路的事情交给我 报告 清澄商货会长郑先生来了 让他进来 遗舍 五尾滋 坐 武人先生 您需要的物资 我已经分和商会准备好了 您尽管放心 臣违章 果然是我大日本帝国的朋友 我听说前一阵子 鬼公子意外走失 不知道现在可否找到 我 已经安排人家查了 只是还没有消息 既然你一心促进终日秦善 这件事 我也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我已经传令日君和各黄蟹君 在各处排查 一旦发现鬼公子 立刻保护起来送至我处 您尽可放心 这不太合适吧 这没什么不合适的 怎么 你行不过我吗 哪里哪里 那 就给您添麻烦了 请 你总算出来了 吓死我了 你总算出来了 吓死我了 都是生意上的事 吴仁有没有跟你说咱们儿子的事 说了 少君要是落在他们手里 那就麻烦了 还有 不 日本人一出面 整个青城的人就会以为 我们老少都成了汉奸了 最重要的 少君要是知道了这个消息 他会怎么想怎么做 老爷 我打听到了 青城破城前 有一对警卫营的人 逃去了三十九团 那很可能就是我们儿子 那很可能就是我们儿子 你亲自去一趟三十九团 是 沙子口一战 我们二连的战友 全部牺牲了 我已经将三十九团避战不出 使我不遭遇重创的事情 汇报给了上级 刚得到战区的回复 他们已经将三十九团的团长 陆天山降职查办 啥 我们死了这么多兄弟 他只是降职查办 老子不服 不服你能干什么 不服也得给我咽下去 但是 现在是国共合作 共同抗日 要有大局意识 你还能把三十九团的人 都给枪毙了 对 江团长说得对 老孙那儿怜死得太远了 都是因为你 毙不了三十九团 那就毙了你 张大夫 反了你 任务是我答应董长官的 你要有什么 冲我来 张大夫 你冷静点 我 郑队长 这事跟我没关系啊 孙连长死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在啊 你别见怪啊 他这人揪着脾气 坐坐坐坐 没事 没事 同事战友心情可以理解 安排你转移的事情 还是没有消息啊 这帮贵儿子 在南边 被小贵子的十二军 缴获得鸡飞狗跳的 哪有功夫来管我呀 既然这样 那你就在我们这儿 多休息两天 情报可得收好了 对 这是一定的 放心 放心 报告团长 伤员的命保住了 郑少军 我 是 郑少军 我是姜之国 这 他的伤到底怎么样 是吧 那你看 就是这个救了他 这家伙命真大 一块手表 帮他挡下了最致命的那颗子弹 现在命算是保重了 不过他伤得这么重 将来怕端枪是个问题了 那你估计 他什么时候能醒来 看现在这个情况就不好说了 也可能是一天 也可能是一个月 还有可能 这辈子就不行了 端儿君 你一定要醒过来啊 这么多小鬼子 都没能把你打死 你这点伤算什么呢 对不对 你听见我说的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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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过来 马这帮醋八卤 自己打不过小鬼子 反倒怪到我头上来了 跑到司令部里去告老子的黑状 害得我被降职了 团作息怒 也就是降了半级 这个军区啊 也就是从表面上作作文章 你不管怎么说 咱们跟八路还是友军 更何况咱们是抗命在线 老天 你什么意思 你少说风料话 讲的是我不是你 不是 咱们这是 出去 你出去听到没有 团作息怒 出去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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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 爹 这个三十九团我不能带 您看看 您看看那路天山那个小人的嘴脸 他哪像个当兵的样 清城的部队都已经牺牲了 现在只剩下三十九团 日本人随时都有可能回来 让他当这个家 我看十有八九是要投敌的 到时候咱们就成了汉奸了 话是这么说 可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 你就是跑到哪儿也难逃一死 不行 有什么不行的 爹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跟着郑商君他们呢 团作正怕火呢 别上去啊 有人求见 说是清城商会政会长派来的 政会长 郑明浩 不就是郑商君他爹吗 行了 这点小事就别麻烦团长了 我去见见他 好 谢谢 我田某人要是没猜错的话 阁下是来找郑少君的 你知道我们家少爷 你是 我是景卫营的营长 田振兴 景卫营 你就是那天撤出清城的最后一支部队 我找的就是你啊 我们家少爷郑少君 你可曾见过 贵公子确实与我同路 只可惜他半路转道 没能与我一同前来 转道 他去哪儿了 他被司令部命令的八路军家走 八路军 对 他的确是拿到了一封 前军区下达的 护送特派员突围的一个命令 你是说 我们家少爷是去保护特派员突围去了 对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两位八路军 正是在沙子沟向路团长求救被拒绝 全军覆没了八路军 他们一路从姚家镇 突围后又转入了沙子沟 只可惜 你的意思是我家公子 我听到的消息啊 这个沙子沟一战无人生怀 贵公子恐怕是凶多吉少 怎么会这样 可惜啊 这沙子沟一战如果要是陆团长能鼎力相助的话 那贵公子肯定会有一线生计 可惜 这你也知道啊 郑绍军那个人是为人耿直 在这之前 在这之前 他是要多次举报陆团长司买军火 阁下 这如今哪 你们是许丹礼包 千万不能冲动哪 我看还是尽快回去通知郑会长 从长计以为上策 告辞了 慢走 爹 您这是干什么呀 郑绍军的事情 陆金山他又不知道 他不知道才是我的大好机会啊 日本人到处杀伤强盾 您不想一想 怎么上战场上抗日救国 怎么竟动这些歪脑筋啊 竟说些傻话 上战场 上战场是要玩命的 那是要拼命的 拼命怎么了 你看看郑绍军的警卫团才有几个人 一路从姚家镇打到了沙子沟 你怎么了 一口一个郑绍军 郑绍军的 那他们还不如都全死了 你这傻小子 您别这么说 我觉得郑绍军他是个英雄 英雄 他英雄不英雄我不知道 反正他是死了我活着呢 他英雄不英雄 天上去死吧 射君 射君 你醒醒了 射君 你怎么了 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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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群路上 与你的弟兄们好好解释解释吧 射君 医生 他怎么样 这不好说呀 咱们这条件困难 营养又跟不上 只要这样下去 情况会越来越糟 好 怎么样 找着没有 团长 就剩下这么多了 好 有多少是多少 赶紧送去 老强 不是我舍不得 咱们统宫 就剩下这点东西了 你都拿去给那个郑少军 那其他战士会有意见的 有什么意见 他能舍命抗日 那就是自己人 这次要不把他救下来 我真是没脸 像这一路死去的 那么多战友交代 团长 政委 这战士们已经很长时间 没看见过肉星了 你这 万一要是被他们撞进了 你 你让我怎么说呀 有啥不好说的 谁不乐意 让他来找我 听团长的 以后再搅货了 再分给同志们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呀 是 都给我记住了啊 这些罐头 是批克商员郑少军的 尤其是炊士班 那俩统治娄子 给我看住了 我说胖子 你最近熬粥的手艺 是越来越好了啊 真香啊 香吗 能不香吗 放肉罐头了 不够咱俩呀 你都痛过痛过鼻子 没有是胖子 你这粥熬好了没有啊 再熬会儿 差不多喽 不能 我觉得还没熬好呢 这病人要吃了生的东西啊 对身体不好 来这样 让我先尝尝啊 干嘛呀你 你少跟我来这套 这你那点小心眼我还不明白啊 团长早就关照我了 防他就是你小子 啥 还防我 看看你这体型 看看我体型 方长说防谁的 防谁的 防谁的 整啥呢 这么行 胖子 你手艺进长了你 干啥来了 干啥来了 闻着味儿来的呗 你没听见一脸长肚子里 都打鼓了 是是是 这么行 来 哥哥尝尝啊 好久没吃荤了 不行 对 团长说了 这是给伤员做的小灶 你要是想吃 下回搅货了再吃呗 杜鹃吗 不是杜鹃 那我吃了 不是杜鹃 是新来那个姓郑的 啥 给他吃小灶 我们这好端端的战士 还比不了这扛不了枪的家伙 有这道理吗 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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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团长说的 真是团长跟俺俩说的 有本事你问团长去 再说了 看你平时见着团长跟耗子 见了猫似的 你敢吗你 你说谁耗子啊 你 你才耗子呢 好 你们两个不给我吃是吧 等着瞧 等着瞧 我这又找得去 你 郑少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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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少俊呢 嘘 干什么呢 这里都是商人 穿上团团团想干什么呀 不想干什么 我就想看看这个郑少俊 他究竟有两个脑袋还是怎么着 他到底有什么本事啊 非得要我们全团的人都来给他疗伤 赵大风 罐头的事情是团长批的 你有什么不满意去找团长去 你在这儿跟一个昏迷不醒的人 发什么好 你少胡说 不就是几个罐头吗 我才不稀罕 让开 让开 赵大风 好 老江 走 尊伟 你回来这些天了 虽然嘴上不说啊 但是我能看出来 你心里一直不踏实 还在想让二连和郑少俊呢 还真是瞒不了你啊 这次从秦城护送特派言撤退 算是真正领教了小鬼子的利害 咱们无论是装备还是人手 和小鬼子别 真教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要是再遇上了 死倒是没什么 可咱们拿什么保护老百姓啊 我真是愁啊 所以 你就更加觉得郑少俊人才难得 对他特殊照顾 我知道 郑少俊这事 我做得有点不合适 可要不是郑少俊 别说特派远处不来 我和杜鹃 哑了喝就不可能活着回来 换了你 你能见死不救吗 人当然要救 但是你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算是 团长稍微 可算找找你们了 怎么了 医联长不满有伙食问题 去闹医院了 这个张大夫 反了他了 罐里的弟兄全都死了 凭啥你活了下来 还要咱们像菩萨也把你供着 你是不是起码也得哼一声啊 郑少俊 张大夫 你长出息了是吧 你君 怎么回事 刚才还气势熊熊的 团长啊 你 你慢慢说 慢慢说 慢慢说 我和老孙同一天入伍的 同一天当的联朝 我们谁都不服谁 天天都在闭 比谁的脚活得多 比谁力得攻堵 团长 我没有别的意思 郑少俊 他是你和杜军的救命恩人 我打心底里感激他 别说是几个罐头 就是让我死 我也却用半点怨言 我今天就是想问问他郑少俊 老孙死的时候应用吧 杀了多少鬼子 等下回再遇见鬼子的时候 我还是不能输给他 好 好 好 都用 都用 用我没跟你们好好说 都用 好吗 好 咱们都累了这么多天了 你说这八路军还真够狡猾的 藏在树林里这么深 吴刚少佐来问 咱们找到八路军的驻地了没 你说赵二哥也真是的 大家都这么辛苦 连就问候都没有 他和三十九团交上手了吗 光知道催我 说是已经围住了 不过三十九团死活不肯出战 所以吴刚少佐 才会对八路这边如此娇劲 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回复 跟他说 明天一定会找他的 是 就知道躲在药塞里 有个人 阿娜 我们深情的重型火炮呢 算是都被 把原始探掉走了 好重型为什么不知道留给自己 神经 神经里面什么情况 沐昇少佐说 过了今夜一定能够找到八路的營地 看三弟的了 杜小姐 大派人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找我 您是这里的通讯官吧 是啊 怎么了 是这样的 杜小姐 八路军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五敏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 但我也知道 知恩图报 既然我还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我也不能闲着呀 我看你之前受了伤 还整天忙这忙那的 我很感动 我之前也是搞情报工作的 如果以后有需要 收发情报之类的小事 我可以帮忙的 既然你也是做情报工作的 那你应该非常清楚 这里除了指定的通讯员之外 其他人是不同的 所以 请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就想着帮忙 把这个情报工作的原则给忘掉了 不好意思啊 对了 之前沿途多有得罪 还请谨量 没事没事 任务需要 好 立刻就任活动回清求攻守 不得有乱